马总统上台以后 在外交政策方面提出外交修兵 这个名词以后 在外界造成很多的误解 当然有些人是恶意曲解也有 但是确实 这四个字里面有一个修制 很多人在修制上做文章 或者在修制上产生误解 当然我们的外交人 也许可能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 可能会有一些迷惑 但是现在经过一年多的执行以后 假如说现在我们作外人员 外交人员还是有点迷惑的话 我觉得他已经不识认了 他已经开了 是他这个外交修兵 这个意涵非常简单 就是说两岸停止恶斗 让各自去进行他的正常的外交工作 让各自把他的外交资源做最有效的运用 不要互相阻挠 不要互相破坏 这个就是外交修兵 是两岸之间 外交工作当然还是要继续做 那么这个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也许当时假如在外交修兵这四个字前面 加两岸两个字的话呢 可能造成的误解就会减少很多 那事实上谈的外交修兵就是两岸外交修兵 那么很多人说外交修兵以后那外交部可以不存在了 就以后不办外交不实 只是两岸停止恶斗 我们在邦交国方面还要继续努力经营 在无邦交国方面我们要设法提升私自关系 在国际空间部分我们要争取更多的参与 所以修兵以后工作只有增加 因为你无邦交国私自关系提升 然后有更多的国际空间活动会议集资要参与的话 工作只有增加 所以事实上绝对是正面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不同的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现实 务实处理就是这八个字 以前就是或者有一和团心态 或者是鸵鸟心态 没有去面对现实 那即使你看到现实 但你又不肯务实处理 我们现在就是务实处理 国家利益最大在哪里 你是继续恶斗符合你国家利益 还是说我和解 现在这个世界整个气氛 处理国际事务 国际关系都是 又和解去取代对立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继续 再去搞恶斗对立 所以我也一再强调 我不输意战 我是不求战 但是假如说不战 而能够符合国家更大利益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 ** 转发烈 nov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